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燃油过滤器 每辆汽车在每百公里的行驶过程中 就能接受一升的燃料 还能将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减轻到最低 你敢相信吗 1978年 一位老人将改革的春风吹向全国 中国的现代化也在悄然而来 东莞的王大哥就是出生在这个时代 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也是深有体会 汽车慢慢进入千家万户 他也选择了汽车修理技术员的工作 但是在维修过程中 他经常听见客户对汽车油耗偏多的抱怨 于是他想要帮助客户降低汽车油耗 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最终发明出了新型燃油过滤器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 只在单独燃烧和成团燃烧的情况下是不同的 为了能最大程度的将油料燃烧殆尽 他决定改变油的燃烧方式 利用多次的实验发现 燃油中放入不同的原料 会在废水中呈现出不同的情况 燃油沸腾的越厉害 说明这种材质的原料 与燃油可以燃烧得更加彻底 从而减少油耗 过滤器还可以过滤燃油在生产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 被污染而混入其中的杂质和水分 以避免这些杂质 最精密的燃油喷射系统可能造成的破坏 经过检验 一辆车的出厂油耗在每公里9.6升左右 而安装了新型燃油器的车子 在行驶过程中 每百公里只需要8升左右 不仅大大降低了油耗 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更符合我国汽车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曾经历过雾南的欣喜 空气环境也难以言表 但是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出台 向王师傅这样有环保意识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我们的环境将成就真正的绿水清山